去年大小S的好朋友台湾地区的艺人穿导墨书带 因为一起酒后殴打司机的案件 几乎断送了自己的演艺事业 在最低谷的时候 是他的妈妈陪着他向大众来道歉 和他相依为命 然而一份癌症的诊断书 却把母女俩的生活再次彻底打乱了 我真的是大肠癌 转到肺癌四起 虽然镜头前穿导墨书带的妈妈看起来精神不错 但实际上 医生已经给传导妈妈的生命标注了倒计时 因为癌细胞已经转移到肺部 传导妈妈可能仅剩四个月的生命 而在生命的最后这段时间 传导妈妈仍希望能尽全力 为自己犯过错的女儿挽回形象 现在对上轨道 然后大家都很 对他蛮好的 不管我们走到哪里 每个人都涌上来 都说 妈咪我跟你照相啊 这样大家都对他很好 传导墨书带为祖国大陆观众熟知 并不是因为某部作品 而是2012年臭名昭著的 传导墨书带 救后殴打司机事件 除了粗鲁的举止 传导墨书带 最让台湾地区民众不能接受的 是他的满口谎言 因为那个时候就已经就是有被挥到 然后呢 就是那个时候就有点吓到 想说怎么会 我有那个先生的描述 他说当时是因为他们在胡闹之后 下了车胡闹 但是他们并没有付车资 所以根本就没有那个早前的那个动作 怎么可能会习凶去碰到你的胸部呢 怎么可能会去碰到你的胸部呢 最终传导墨书带被证明是为推卸责任 反污受害人 这让台湾地区出租车司机联合起来抵制传导墨书带 一时间传导墨书带在台湾地区民众心目中的形象跌至谷底 做错事要承认地面对 不要先说谎 这还蛮震惊的耶 想说应该身为一个公众的艺人 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 那赔了一两百万 我觉得跟他们应该根本没有什么差别 我觉得应该要退出演书券 倾向受挫后 川岛墨书带的演艺师也很快受到影响 台湾地区劳动部门就因为这一事件 造成的恶劣社会影响而废除了川岛墨书带在台湾地区的工作证 令人唏嘘的是川岛墨书带的事情 闹得满城风雨之际 已经查出癌症有四年之久的川岛妈妈的身体状况 也急剧恶化了 脚麻到这个地方 麻到膝盖这边来 然后手也麻 然后整个人都无力 然后头昏脑脏 但即使如此 川岛妈妈仍坚强面对 成为在那段灰暗时光中 川岛墨书带唯一的支持 我是担心的是她的精神状况 每天都窝在家里 也不能出去 因为前面后面全部都是记者 我们没有录出去 有时候朋友带东西来给我们吃 我们就这样子过蛮久的 大概快半年了 其实那时候我病很严重 我反而就好起来了 你要撑起来 对对对 我不能让她倒下去 对 最主要就是这样子 我想天下每一个妈妈都一样 都会做到这一点 因为我跟她是相依为命 尤其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 川岛妈妈每次都强忍住身体的不适 从不屈膝陪伴在女儿的身边 让川岛墨书带有勇气面对自己犯下的错误 当然刚开始就是一直被骂骂骂到倒 这样子 就是你已经趴在地上 然后就是无法可能再起来的那种感觉 但是调试是因为我每天都在家里 跟妈妈一起就是看电视 或者是一起看电影 或者是什么的 然后我就 其实家人是最支持我的 然后我觉得家人是最温暖 然后你在那么辛苦的时候 然后我又想要工作 可是我又不敢 可是妈妈是那种给我力量 就是她都已经病成这样子 然后还给我力量 还有力气就是鼓励我 然后 中间我还出去工作 妈妈有去工作 但是我就觉得说 她在家里这么鼓励我 这么的爱我 然后我觉得我不能让家人失望 这一年来 川岛墨书带在妈妈的陪伴下振作了起来 戒烟戒酒 戒掉出入夜店的习惯 全新的面貌 总算换来台湾地区民众的改观 觉得我已经很幸福了 然后我一出去 然后很多人就是会为我加油啊 然后或者是跟他跟我拍照啊 那我就觉得说 好像就是又回到 就是一步一步的回到以前的感觉 然后一步一步这样往前进这样子 就是很多很多人就是给我鼓励 然后那么多的温柔 那么多的热心 那么多的原谅 我觉得就让我觉得很开心 对都觉得我会好好努力工作 更让川岛墨书带感恩的是 他的事业出现些许回暖的迹象 因此川岛墨书带开始积极地准备付出 而对于川岛妈妈来说 即使在生命最后 她也希望能成为女儿最坚实的后盾 虽然我就是一年多前 就是发生那件事情 然后其实我也就是有反省很久时间 然后我在出来的时候 其实还蛮害怕的 想说不晓得 因为一出去媒体就很多 然后就是会问问东问西 然后想说那个时候还蛮害怕的 但是我不能再看后面 我要看往前看 而且我还有妈妈在 新闻在线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